HELLO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是三代的魂洞馬山 那這一款呢就是馬自達3這個世代裡面的最經典的 這個算是魂洞喔 是要加價的喔 我記得是加購一萬五千塊左右嘛 所以這個是最經典的顏色 那原廠的避震器呢我們已經拆下來了 今天要做的工作呢除了要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之外呢 還要裝上Summit如歌家的素腳調整器 那這一個版本的話它原廠就是已經滿配的版本 譬如說18吋的鋁圈輪胎 還有後方式電子手煞車的版本 所以它的版本呢是配備比較高的這個馬自達3的這個版本 那原廠的這個鋁圈喔 我們當時呢在幫車友改裝鋁圈的時候呢 我們順便做一個影片的紀錄 這個鋁圈呢它其實原廠還蠻重的 這個是18吋的 215 45 18 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規格 所以一般來說呢把輪胎磨化完畢之後 會換成選擇性比較多 而且單價會稍微比較低的 225 40 18的規格 因為225 40 18算是18吋裡面 銷售量最大的規格 所以在這個尺寸裡面它的第一個選擇性多 第二個價格也比較便宜 那215 45 18呢它的選擇性會稍微比較少 所以單價反到比尺寸比較大的規格呢 還要來的貴一些 所以這個是可以建議車友的部分 那這個鋁圈的部分的話 原廠的鋁圈 因為安全規定 所以它的重量還蠻重的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18吋的應該有到12.3公斤 所以一般換了改裝之後的 像現在的炫壓也好 或者是鍛造也好 大概都在8公斤上下 所以很多車友也都是把這個鋁圈呢 再來做一個升級 那它原廠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後面的彈滑 這是原廠後面的避震器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不論是前面的避震器 或者是後面避震器呢 這台車KT在上座的部分的話 都有附一個新品 所以不需要再把原廠的後面的上座 再下來做沿用 那這個是後方的竖角 那這台車的後方竖角的話 原先是有一個 在下直壁有一個 有一個竖角可以做調整 可是原廠的一個偏心螺絲 它能夠調整的範圍呢 不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廠 這個是原廠的竖角 那原廠的後面的竖角的角度呢 是怎麼做調整的 它是靠底盤下方 有一顆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這個是這個世代呢 來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那這個偏心螺絲呢 就是在調整後輪的一個竖角的角度 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後輪的輪胎 Camper的角度會變趴 所以需要用這個偏心螺絲 竖角來微幅做修正 可是當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大之後 它的竖角能夠對應的範圍太小 所以會建議改竖角調整器 鏡頭這裡帶得到嗎 橘色這一支 可以 這支的話就是改裝的竖角調整器 那這個可調式的竖角調整器呢 它能夠調整長短的區間範圍比較大 所以它能對應的調整的範圍呢 也比較寬一點 那如果車高還是要降的比較低呢 就會建議連這支羊角調整器呢 都要做改裝 這支是原廠的羊角 那這個世代的底盤呢 它的後面的羊角是不可以調整的 這個是不可以調整的 如果像是Nissan的Tiena Tiena的話也是類似這樣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面的羊角呢 是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調整的 那如果是像是Golf的五代六代七代呢 它也分別在羊角上 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但是如果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那就會建議車友呢 要改羊角調整器 還有竖角調整器 這個的話 它後輪的話才能做出比較正常一般的角度 不會造成輪胎異常磁胎內側的一個狀況 那後輪的懸吊系統 它算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在這一個安裝技巧裡面 就常常在影片中跟大家介紹過的 就是它的後輪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可是當它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那這台車的上橡皮還有下橡皮 因為有一些技師常常會打電話問我們的小編 像下橡皮的話 這裡是需要沿用的 還有上橡皮 這個都需要沿用的 那後方的車高調整呢 最主要不是靠桶身的長短去改變 這裡其實可以有一個長短來調整車高 但是這裡的車高調整並沒有辦法改變 這裡只有辦法改變長短而已 所以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一般我們叫Hilo Key 它Hilo Key就是可以調整長短 那如果把這個Hilo Key的長度變長之後 它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如果縮短之後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之間的乘坐感覺呢 並不會有所差異 那如果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我把彈簧比的比較緊 那它車高就變高 但是相對的彈簧比緊之後 它的乘坐感覺就會變得比較硬朗一些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設計 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是都一樣的 但是呢在調整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車高的調整是靠這裡 後方的筒身調整 它並沒有改變車高 它只能來取決彈簧的預載而已 那彈簧的預載 筒身它太長的話 它彈簧就會有鬆脫的狀況 可是如果太緊呢 它彈簧預載過多那也不行 所以有一個剛剛好的預載程度 就是我們彈簧才壓縮大概3到5mm而已 剛剛好碰到 手去搖晃不會晃動 這樣子就是最棒的一個調整範圍了 所以這是安裝上的一個技巧 不好意思我們背景還在持續安裝當中 所以比較吵 那在上座的下方 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是我們所附的一個全新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呢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我們如果把它順時針的話 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這裡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也許有的車友他需要的是比較舒適的 那我們就會把它調整軟一點點 那如果車友比較硬派的 他需要跑個山路小熱血一下 就可以把後面的阻尼段數把它調硬一點點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呢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調一致 前面跟後面可以做落差一點點好了 好那後面的話如果是12段 前面的話20段那也沒有關係 他前面跟後面可以做落差 但左右一定要一致 那另外在阻尼的調整方面 如果啦如果是原廠的避震器的話 他對胎壓的敏感度沒有很高 原廠建議值大概32 33 PSI 那如果要打的比較硬的話 打到39 40也都還可以 可是當改裝避震器之後 他對胎壓的敏感度呢非常非常的要求 所以胎壓的建議值呢像這個日系車呢 會在駕駛座的門打開在B柱的下方 他分別有一個貼紙來告訴大家 他建議的原廠胎壓值是多少 那像日系車的話一般大概32到33 PSI 所以改裝避震器的時候 會建議大家的胎壓要特別留意 就大概32到33 PSI 冷胎壓的時候這個一定要 一定要特別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那這個是後面的一個懸吊系統的介紹 這台車從那個影片當中 可能沒有辦法詮釋出這台車有鍍膜的一個亮度 因為這台車整體有做過一個鍍膜 而且這個是糖果紅的話 它的整體的亮度 我覺得好漂亮好漂亮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它算是一個日系車 最常見的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賣花城的懸吊系統最主要呢 它除了負責上下震動的意志之外 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嚴格來說後面前面的避震器的作動 還要比後面還要來的嚴苛 所以前面的像是這樣賣花城的設計呢 它的壽命就攸關到用料的好與壞 所以像我們的用料的話 像油縫的部分 這個這台車應該也有很多車 有是裝的是日本的TEM 像TE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縫 就是日本最大的油縫品牌 龍頭品牌 所以NOK 我們KT的話也是使用NOK的 那在主女友部分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 進口的IP的主女友 IP的主女友並不是授權來台灣 譬如說台灣有很多的混裝油廠 像是在湖口有很多 還有在台中的無錫有很多 像這樣的一個混裝的油品 不是說不好 可是我們的油品是從意大利 它一整桶200L進來的油品 所以它的第一個單價當然比較高 我們要耗費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KT的產品也會比台灣的一般的同業品牌 還要貴個幾千塊的原因 就在這裡 因為用料的話 的確是有用的比較好一點 譬如說IP的主女友 它的抗摔對度的話還不錯 那消泡性的話 也都有很很棒的一個表現 像是上座的部分的話 上座的話我們用的軸層 也都是用很棒的軸層 而且原廠的上座塞下來不使用 有一個好處就是 也許這台車還很新 那也許有可能過了8年10年之後 車友他想要鈦換避震器的 可是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那到底裝上去有硬硬的話 是KT的有問題 還是原廠上座有問題 就很難釐清 但改KT的話就不用有這個煩惱 因為我們就有付一個全新的上座了 一旦裝上去有問題 那就是KT的產品有問題 就責務旁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前面的阻尼的一個 還有彈簧整體的配置 像前面的話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呢 配置了200長7公斤的彈簧 就是這個濕帶裡面算是一個 能夠兼顧到舒適 還有性能的一個彈簧配置 那他的桶身 前面的調整方式 跟剛剛介紹的後面的不一樣囉 他前面的長短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可是前面的長短調整 就有辦法來改變車高 我們把這個銀色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把它旋鬆敲鬆之後 他如果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上延伸 就是桶身整體長度縮短 他的車高就變低了 那如果生產的話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最高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輪胎到葉子板 大概可以半指幅左右 那今天的車高預計大概兩指半左右 那前面的話剛剛有提到囉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在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的托盤一定要特別把它敲緊 因為它不只負責上下 它還要負責轉向 那開一開有可能會送托 所以這個的敲緊的扭力棒速的話 就會比後面還要來的高一點點 那前面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還有這個是理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 都是一樣的 不用再多花錢買短的理載串 或者是可調式的理載串 直接用原廠的這些零件來做鎖附就可以了 這個是三代的馬三 四代的馬三 我們也大概在五月還 六月初就已經開發完成了 四代的馬三 我們KT也都已經有可以量產 已經可以販售了 那也有在我們的KT粉絲團裡面 應該也有分享過吧 那前面的話 因為車高也要降低嘛 所以它的前面的 也一樣車高降低之後 Camber一樣會改變 所以KT在設計的時候 上面這一個螺絲孔 它是做一個橢圓孔 所以橢圓孔就可以做Camber微斧的調整 所以還滿在定位的時候 都能做出不會吃太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前面的阻尼要怎麼調整 這台車調整阻尼很簡單 在引擎室打開裡面 連飾板都不用打開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三顆螺絲 那這三顆螺絲的中間呢 有一個旋鈕 KT的LOGO 往瞬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樣 這個一樣是有30段的阻尼 可以調整 一樣是有30段的阻尼 可以調整 所以調整的秘訣 一樣是左邊跟右邊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調整 同樣的段數就可以了 好像已經都安裝好了 都好啊 好 我們已經安裝完畢了 那鏡頭再戴一下這個最漂亮的那個 馬山前面的一個大氣的車頭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OK 以上是今天的 Mazda三代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呢 像這位車友一樣是來公司 來試乘之後 覺得產品滿意呢 才來安裝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車友們 如果對KT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第一個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第二個我們也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大家來試乘 那避震器的話 用詢問的 或者是 呃 呃 用文字上在表達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落差 那最棒的方式呢 就是歡迎車友呢 預約 我們北區經銷商也有試乘車 中部也有試乘車 有很多輛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那試乘之後 覺得有滿意 再把KT列入選購的名單裡面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各位 謝謝 拜拜 小編 我們聊天 好了 現在 開始 還有 壓軟